台中花博期间制作了300万张的花博记名悠有卡 后来还剩下有144万张的空白卡片 而市府与片屋厨商也产生了纠纷 这批卡片保存至今 台中市长卢秀业表示 契约争议已经逐步的解决中 而这批卡确认属于市府所有 市府规划数位市民卡 如果想要领时提卡的市民 就可以申请花博卡 将规划后会开放临去 过去台中市在举办花博期间 制作300万张花博记名悠有卡 后来剩下144万张空白卡片 市府和票务厂商产生纠纷 这批卡片保存至今 市议员扬点中质询时 质疑市府放着144万张花博卡不用 先发放儿童卡 批评市府说的和做的都不同 可见台中市在儿童政策跟转型数位学生证 落后其他五都两年以上 因为我们明年才要这个分批执行 市长我想再请问你 这一个儿童数位卡的政策跟转型数位的学生证 落后五都两年以上 议员表示市府发送近15万张儿童卡 却只能够搭公车和捷运 使用率竟然只有1.7% 今年还要进行时校3000位学生试办数位学生证 等于儿童卡发送不满一年就成绝想 市长卢硕刑则表示相关契约整理逐步解决 目前已经确认这批卡属于市府所有 那如果说我们不把这个约解完的话 他们那他本身这个这批花博卡厂商可以来扣 到底是算是谁的财产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必须先解决上月的契约纠纷 第二个跟您报告的是 所幸经过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努力 目前的契约纠纷应该是告一段落了 所以现在这批的花博卡全署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归属台中市政府 我们在使用上没有法律的问题 卢秀燕强调市府正在推动一纸通数位市民卡 属于云端无卡系统 但有市民想要实体卡片 只要还没领过的市民就可以申请花博卡 市府正在规划方案 相关办法拧定好就会对外宣布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播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